法国总统马克宏四月与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一同访问中国 这趟访问除了经贸目的 也希望争取中国协助化解无恶冲突 并展现欧洲的团结一致 但马克宏针对台湾议题的谈话 却被视为凸显出欧洲的内部分歧 马克宏的总统专机在4月5号飞抵中国 这是马克宏自2019年以来首次访中 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在三年疫情封锁之后 正积极恢复与各国领袖之间的外交往来 特别是在过去几个月 习近平已经接连和德国西班牙等欧洲领导人会面 展现中国重返国际政治舞台的企图心 以言少超过一年的乌克兰战争 是马克宏与习近平此次会面重要的议题之一 中国在今年2月曾针对乌克兰危机 提出一份12点立场声明 呼吁双方指战 并表示愿意扮演中立的调停者角色 尽管中国的和平倡议 受到不少欧美领导人的质疑 但马克宏在与习近平会面时 人寄望中国能让这场冲突和平落幕 不过在乌克兰战争上 马克宏没有取得太多进展 习近平只模糊承诺 未来会与乌克兰总统 泽伦斯基通话 对于协助劝说 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战争 中国方面没有任何具体承诺 贸易与投资 成为马克宏这次访问的具体成果 中国与欧盟同意重启 高层级的经贸对话 此外 法中双方也在航太、核能和绿色科技等领域 签署了多项协议 加强两国之间的经济合作 马克宏在与习近平会面时 则避开了台湾和中国人权等议题 双方的联合声明表示 法国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在人权方面 只强调在联合国宪章下 促进和保护人权与自由的重要性 相较之下 与马克宏一同仿中的欧盟 但两人在台海和人权议题展现的不同态度 反而凸显出欧洲内部在中国议题上 仍存有分歧 在马克宏访问中国之前 蔡英文总统刚结束中美洲访问 并在美国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 引发中国在台海周边举行环台军演 访中期间必谈台湾的马克宏 在之后的一项媒体访谈中 针对台湾议题 呼吁欧洲不要陷入不属于我们的危机 这将让我们无法建构战略自主 他并认为欧洲不应该跟随美国而沦为附庸 这项发言引发许多欧洲和美国人士的批评 认为马克宏的说法是在呼应北京的论调 并可能削弱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合作关系 虽然美国政府企图淡化马克宏的发言 称美国人对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 感到安心与自信 但美国参议员卢比欧强烈质疑 马克宏是否能代表整个欧洲发声 马克宏的这趟仿中行程 原本意图在乌克兰等议题上 展现欧洲的团结一致 但结果不仅不如预期 反而更加凸显出 在国际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下 欧洲面临的内部分歧与尴尬处境 杨广编译正经毛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